大陸 我買那種原好的五股粉 因為我孫子才滿兩歲 他就是先从菇菇粉开始吃 我们之前也都是吃原好的 我希望我的孙子也是跟我们一样 吃比较有机的东西 对他的未来都很好 讲求吃得天然健康 有机食品是很多消费者的选择 但在早期洋老板开始制作有机菇粉时 台湾的有机市场还不成熟 没有验证制度 所以从原料的进口到贩售 花费了很大的心思 让消费者买得安心 大家问说 你到底是真的有机还是假的有机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才让我们远好去向国外 申请国际的有机认证 经过三年的时间 我们终于取得了 也等于说是我们是台湾第一家 跟国际验证单位 会申请国际有机验证的一个公司 要让客户相信说 我们生产出来的 原好的有机产品 它是真正的有机 通过国内CAS有机认证 有机食品在栽种及加工过程 都有严格的把关及要求 也因台湾主要产出的股物为稻米 制作有机股粉必须仰赖从国外进口原物料加工 原料进口过来台湾以后 现在目前农粮署都会要求我们去做检验 会做一些类似农药残留的检验 或者是基因改造的检验 要看什么原物料 基本上就是要防范说 国外那边是不是会有造假的情况 然后我们台湾这边再做多一层把关 获评审的肯定 得到多项金牌奖及特殊口味奖 不只在国内贩售也外销多国 从业二十多年的杨老板 也希望透过产品建立顾客养生饮食的方法 不要因为品名而被吸引 主要还是要看它里面内容物的成分 比如说市面上有胶原蛋白什么粉的 可是你可以去看它里面的成分 原材料它的含量是有多少 那基本上来讲我们原好的产品 就是以单方的为主 消费者买回去以后 你们如果说想要再做其他方面的添加 也可以自己再去选购其他的东西 然后来做添加 这个是最单纯的这样 我觉得原好食品的东西 喝起来口感很温和 然后不燥热 像我跟我先生喝了十几年了 早上都是泡一杯来喝 原料从筛选 洗净 熟化 低温干燥 至研磨 过程简单 绝不添加香料 防腐剂 坚持高纯度的有机食品 也持续寻找最好的原料给顾客享用 就是这几年就是被研究的泥麦 原住民他们在栽种的泥麦 它原来是这么的营养 它的好处竟然这么多 可是为什么我们才这几年才知道 这个就是因为东西太多了 可是要这些专家慢慢的去摸索 然后去找出来这些东西 他们有什么营养 期待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 专家有更多的一些研究报告 然后更多的那个报告出来 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它是 对人类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应用 或者是把它拿来加工成 我们原好的产品的一种 除了为产品努力 近几年也用国内栽种的古物制作产体 希望鼓励农民多种植天然的杂粮 让台湾的顾客能尝到最新鲜的食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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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